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海海面上 中日两国主力舰队发生遭遇战 日本联合舰队首先发行北洋水师 七分钟后 北洋水师阵远舰围楼上的哨兵才发现日本舰队 两个小时后 两军靠近到射程之内 单纵队的日本联合舰队和验行镇的北洋舰队互相发起攻击 战斗大舰 两军开火仅仅几分钟后 定远就重大 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 北洋舰队失去指挥 开始各为奇战 很快 北洋水师超约阳规起火 并最终响继沉没 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号被平远号命中 暂时撤退 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很快也重大起火 遭到日军核尾 眼见主舰危急 邓史昌率致远号挺身而出 扼杀式重奖的日军舰队 吸引了日军炮火 掩护了定远号 这是一幅日军绘制的黄海海战阵型图 在下了1894年9月17号下午3030分 日本联合舰队和北洋舰队激烈交战了情景 在画面的正中央 有一艘远离舰队 孤险海上的战舰 被涂上了代表沉没的黑色 这正是志远号 民族英雄邓史昌于此刻 此处壮烈殉国 当时身处震远号上的美国人马积分 不但目睹了志远号最后的时刻 事后还采访了志远号船员 他感慨地写道 在这场战斗中 最勇敢的应该就是邓士昌舰长 在志远号身受重判后 邓舰长决心与敌同归于尽 加速向一艘敌人的旗舰冲去 面对誓死如归的志远号 慌乱的敌军将火力全部集中攻击志远号 终于身中百余鱼类炮弹的志远号 缓缓沉没 邓舰长光荣牺牲 马积分认为邓士昌的行动确实有些鲁莽 但如此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不同于黄海上叱咤风云 慷慨壮烈的英雄形象 邓士昌女儿眼里的父亲 却有着一丝难以抹去的落寞 邓士昌操劳军务 回家不多 很难有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光 邓士昌女儿在世的时候 经常有家人会问起邓士昌的故事 渴求听到一个大英雄的传说 但老人总是略带忧伤地微微一笑 告诉孩子们 父亲留给自己的回忆并不是很多 然而 唯有一个场景深印在自己脑海中 那就是他小时候倚在门框上 看着父亲的身影从远到近 一个人带着条狗缓缓走来 一人一犬那份浓浓的寂寞 深深地留在老人的记忆之中 老人没有想到 很多年后 父亲的那一只狗 成了很多人攻击父亲的把柄 有人质疑说 舰长公然在军舰上养狗 有失军技 邓士昌不是英雄 相反应是北洋舰队失败的责任人之一 其实当时北洋水池张成并没有规定 禁止在船上饲养动物 在那个时代 航海的船上养着鹦鹉及猫狗等很常见 海军军舰也如此 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 直至一战前夕 这是日本画师为黄海海战画的一幅作品 展现了在黄海海战开战前 军舰甲板让士兵们打闹弯耍的亲戚 画面左侧的围栏里便圈养着牛 画面中的这艘船 正是黄海海战日军旗舰松岛号 而画师旁边的筑节表明 自己是要欧割日本海军中勇的水兵们 看来他认为 军舰上出现动物没有任何不妥 与传言相反 邓士昌正是以严守军纪组成 当时很多北洋舰队将领 公然违反北洋水池张成 住在刘宫岛陆地上 甚至携带家眷同住 只有邓士昌坚持不下船的规定 军务生活均在船上 也很少回家 陪伴着他的只有那条狗 结果邓士昌不仅在船上是孤独的 在大清的官场也是孤独的 坚持原则的邓士昌 并不讨其他北洋舰队将领的喜欢 邓士昌坚持驻舰 这让所有住在岛上的将领 都感到难堪 面对舰队里众多海贵精英 没有留过洋的邓士昌 只有努力做到更加出类拔萃 在出海远航的时候 每每遇到风浪大起 以及旁人无法处理的险恶情形 邓士昌总是亲自迎风破浪 驾舰船运 这样的技术很快在实战上起了作用 1882年 中日两国在朝鲜发生冲突 奉命运送援军的邓士昌 甲阳威舰古轮吉时迅速异常 竞赴朝鲜仁川海口 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 日兵后制 因此挫败了日本的清朝计划 然而 无论邓士昌如何优秀 都无法改变他的结局 邓士昌黄海海战英勇赴死震撼群国 光绪帝亲自提携缓言 此日曼徽天下泪 有功足壮海军威 然而即便天下洒泪 仅凭一人能撞一军之威王 这趟海战历时五个渡小时 自从中国舰队参观 此之五艘军舰 迁一名官兵阵亡 惨不逃进挥海贵基地 四个月后还是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舰队长官水师提督丁汝昌 在战败后服毒自杀 以泄国人 环境政府重心打造的北洋舰队 在渐进七年后就威飞燕利 随同北洋舰队威飞燕灭等 还有大清帝国的复兴梦 邓士昌牺牲自我掩护旗舰定源 但定源号还是被日本掠走 做成展览馆 而千疮百孔的大清 也只能永久地走进历史博物馆 我们去看看 招待付网友 一直球DD 都能不服орош 我不习惯 我 不能 也只能央 宝 大струк